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是说的正义原则 什么叫自由主义呢?就是强调人是有天赋的人权 我想上述上大家都知道 天赋的人权 天赋的权利 天赋的自由 无所谓 这些不是因此 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 包括什么呢?我们上述上都知道 就是生存的自由和权利 以后我们讲权利和自由一样 我们不分都无所谓 另外还有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集会自由等等 这些是每个人应该有的 而第一个正义原则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这种平稳的 而普及的一种权利 这些是第一个正义原则 所以单单讲第一个正义原则 就是我们分不到John Rawls 即是他作为自由主义者 和其他自由主义者的分别 完全分不到因为是自由主义者都讲的 当然就不表示第一个正义原则不重要 它很重要 不过重要得全人都讲 所以John Rawls想第一个正义原则 如果单单看这个正义原则 那你觉得没什么出奇 因为个个自由主义者都讲 但John Rawls要留意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刚才讲过 他虽然说他一个人都有基本的人权 但记住我们刚才也讲过 他是从反功利主义的角度入路 反功利主义可以叫做义务论 亦可以叫做一种新契约主义 这两个看什么意思 我稍后再结合他的一些讲法去详细讲 暂时这里没有很了解都不要紧 稍后都会再解释 这是第一点 即是说他虽然都是讲第一个正义原则 但是这个道德基础 比以往的其他正义作家 是讲得更加全面深入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结合第二个正义原则 可以说是所有传统其他的自由主义者 是无人能及 我都可以这么说 因为无人知悉到他的 讲完第二个正义原则 对于很多很重要的政治作业问题 John Rawls有一个非常好的处理 处理好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复他的人很多 如果不复他的人都要通过反对他 而表达他自己的意见 所以刚才我讲过 就是有不少讲到政治作的人 当代政治作的人 是以John Rawls的正义原则 特别是在正义论里面提出的正义原则 作为当代政治作的中心 所以看到就是它的重要性 那这里我再解释第二个正义原则 再结合第二个正义原则 就是John Rawls的正义论才是原备的 但是你这么讲第一个 当然你多做一些做得作的讨论 那这也有意义的 但是更加重要就是 结合第二个正义原则 整套对于社会正义的看法 准确说就是公平作为正义的看法 那我们更加了解得全面和深入 那我们继续讲第二个正义原则 第二个正义原则就是民主的自由原则 那这里再分两个原则 所以你可以叫做2A2B 2的1,2的2,2A2B 或者2A2B可能分得清楚一些 譬如2A呢 John Rawls说是在与正义的原则一致的情况之下 是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那这个2A原则 John Rawls有个地方就叫做差别原则 这就是2A 主要2B就是 依序于机会公平平整的条件之下 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那这个叫做公平机会原则 好了2A2B 那一次可能大家都不能分到 就是什么叫差别原则 什么叫公平原则 那我接着会解释 但是未正式解释之前 就强调一点就是 John Rawls是有一个主次之别 这很重要的 两个正义原则 这样子是2A2B 它是有一个主次之别的 这个所以不是并列的两个正义原则 大家这么高 不是的 第一个正义原则是最重要 或者可以说最基本的 第二个相对来说次要 次要 但不是说重要性是不大 但绝对不是 都非常重要 不过如果和第一个正义原则 是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先满足第一个正义原则 再满足第二个正义原则 所以主次是这样 先满足第一个正义原则 再讲第二个正义原则 第二个正义原则 刚才我字面上讲一次 那我再解释一下2A2B是讲什么 一不用多说 一是比较容易了解 就是每个人都有平特的 基本的 一些人权 或者自由的东西 这个如果一般讲自由主义者 都明白了 虽然John Walls 给他们进了一步 就是对于所讲 基本权利的夺基础 有更加深立的讨论 这个反而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 连合了第二个正义原则 所以我们更加要了解 所谓第二个正义原则 是讲什么 那我们先讲就是 就是 就是 2A先 2A叫差别原则 差别原则什么意思呢 就是 刚才也 词表上讲一次 就是 如果 就是为了保持第一个正义原则的情况之后 是容许有一些利益分配的不平等 那这里呢 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去到第二个正义原则 无论2A也好 2B也好 主要讲的已经不是纯粹政治 或者政治自学 或者政治伦理学 没所谓了 现在这个物乐 就是那个意思 而主要就是讲到经济方面的意思 所以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 因为人权我们当然要有 每个人都有 那一定要满足 否则 你不满足的时候 一定是违反社会正义的 但问题 满足了 就是 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之后 之外 我们还需要满足什么的正义原则呢 那John Watson就讲第二个正义原则 第二个正义原则呢 其实主要就是经济分配方面 或者是资源分配方面的 资源分配方面 就是 这个又不能离开第一个正义原则 所以当中复杂的意思 其实是讲到原点 我们再详细讲 但现在introduction都要讲明白一点 为什么我们要讲第二个正义原则呢 因为第一个正义原则里面讲 人人都有基本权利 其实包括一种权利 什么权利呢 就是我们叫做私有财产权 这个不难理解 私有财产权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财产 那些财产是自己拥有 不能被人予取予夺的 这叫做私有财产权 但是有私有财产权 自然导致经济或者自然的崩溃 有不平等的现象 是不是 这个不难理解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个个都容许有自己的财产 别人不能够愈取愈夺的事 我们每一个人有的财产都不一样 再加上经济的生产 特别是在近现代主要的经济模式 就是资本主义的制度 资本主义的制度 很多时候就做到一个现象 这个是常识来的 就是贫者愈贫 富者愈富 是不是 这个常识 我想不需要多说 就是说经济的时候 你越有钱的时候 这个叫做越有资本 你就越能够生产更加多的商品化服务 也更加令到你的收入更加好 当然资本也更加大 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 贫者愈富 但相反贫者愈贫 你已经没有什么私有财产了 那还在这种自由经济的竞争之下 因为自由经济竞争之下 资本越小的 那个竞争力越低的 所以没有资本的人要做工人 有资本很少的 要做个体户 或者小商户 那你很难和那些 拥有很大的资金的那些大财团去竞争 那就是越来越是 分者愈贫 富者愈富 好了 由于是第一个政缘室 讲私有财产权权 令到出现经济不平坦的情况 除非你取消了私有财产权 但这个就违反第一个政缘室 以往很多自由主要者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有两种极端 这两种极端 第一个极端就是完全不理 就是经济分配的不平坦 这个就是早期的自由主要者 或者在John Watt之后 这一派我们给了个名字 叫做自由至上主义 不是叫做liberism 而是叫做libertarialism 自由至上主义 意思就是说只是讲自由 其他不讲 例如像Losic那些 洛齐克那些 除非是这些人 有这样的说法 最重要就是 保障给一个人有私有财产权 有私有财产权完之后 社会的资源分配 怎样不明白也好 都不理 这是第一种极端反应 第二种极端反应 就是社会主义者 特别是共产主义者 这里其实马拉斯 不是有些人了解 这么极端的一个共产主义者 不过这个上一个播 我们讲Galmas 这方面不讲很多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听回那些录音 放上网的 在我们人民学会 网页可以找得回 这个Galmas 我不多讲了 但是一般社会主义者 如果你说和主义者 主要的分配在哪里呢 就是他们着重经济的公平 不单止正事要公平 就是说大家有基本的权利 而且经济都要公平 就是说大家的收入 不会差那么远 所以资本主义 他们很多时候都不接受 因为贫者越贫 负者越负 就导致社会不公平 所以社会主义者一般来说 就是极端的就是共产主义 就是要取消消消财产权权 马拉斯有些说法都是这样 但是马拉斯这些说法 他很多时候就是一些 空泛的原则 具体说法他没有的 所以我总是觉得 马拉斯最有价值的人 不是在这里 反而是他怎样说 令到经济资源的分配 是比较公平 这些说法说得非常好 这个不多说 你只看回马拉斯的课音 好了 两个极端的说法 大家应该清楚 这个极端的说法就是 讲自由 不要是社会公平 或是经济资源分配公平 这是一个极端 但一个极端就是 我们要取消私有财产权权 我们要讲 资源的一个公平分配 特别是一些很极端的 共产主义的模式 就是 当然好像大陆以前走过 比如哪些就是 做36 不做36 这样 这些其实很离谱 不过 这个详细我不多说了 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 对吧 不理你努不努力 也好 都是分配这么多 你要公平 这些公平 就被牺牲了私有财产权 这就是牺牲基本的一种人权 是吧 牺牲私有财产权 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很严重 因为如果每一个人 没有私有财产的话 这个财产就是等于公家有的 公家拥有财产的时候 有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出现 就是 如果你不听公家的话 公家就会随时去惩罚你的 是吧 用财产去惩罚你的 人人都可以分 你没有分 人分那么多 你分很少 是吧 因为他对这个很大惩罚 那便会导致很多其他 政治社会的不平等 所以其实有个冲突在的 是吧 一讲自由 经济 经济 私有财产权 就会导致社会 经济 经济 分配 不平等 那怎么好呢 就会有两个极端 两个极端 一个就是讲自由 一个就是调断 平等的自由 所以要取消私有财产权 那种基本的人权 那两种做法呢 都有他的缺陷 有他的不足 John Walsh呢 就是出了第三条路 所以在现在讲这点上高呢 他的两个正义原则 其实是开出第三条路的 在讲自由的同时 是尽量平衡去讲平等 这个是讲John Walsh的正义论 或者两个正义原则 很多人可能不是讲得那么清楚 但我觉得这样讲可能会清楚一点 就是John Walsh最大的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走第三条路 他不是讲自由 自由就是人都有基本人权 所以私有财产权 或者叫经济自由 都是应该有的 不过满足了这个经济的自由 或者就是私有财产权 这种的基本人权之后呢 同时要令得社会经济的资源分配 是尽量平等 这个它是介乎两种极端之间 所以是第三条路 两种极端之间 第一种就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者 或者后来的自由自尚主义 就是讲自由 或者自由最重要 其他都不重要 另一个极端就是社会主义 或者共产主义 社会公平主义最重要 相对讲自由 特别私有财产权也不重要 但是马斯就是这两种极端 就是认为在满足了第一个正义之后 尽量令到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 尽量令到它公平 这个就是John Walsh最大的一个特点 也是最合理的一个做法 因为其实刚才说的两种 都是有不合理的地方 是吧 比如传统自由主义者 或者后来的自由自尚主义者 就是讲自由 不讲公平的时候 很大问题 是吧 就是试想想 如果在经济资源分配的时候 政府不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这种贫者越贫 富者越富的发展 越来越严重 严重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不单止是贫者越贫 贫者是连维生的条件都没有 是吧 它的生命和做奴隶没有分别 因为它完全主要在资本家手上 这个马斯讲很多 是吧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讲自由 不讲平等 但是相反呢 讲平等去到极端的共产主义 是另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你讲社会公平的时候 就牺牲了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人权 就是私有财产权 私有财产权没有了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被政府去操控 是吧 因为政府说要你这样你就要这样 否则它不给你饭吃 是吧 因为所有财产在政府那里 不在私人手上 这就出现了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我私有财产权 会导致很多基本人权可能都没有卖的 是吧 因为你要听政府话 政府不给你的东西 你又不可以要的 是吧 否则饭都没得开 是吧 那变成了两种观点都有问题 John Wallace就是平衡这两种观点 走第三条路 就是满足了人人的基本权利之后 就是我们用其中一个比较关键 就是用其中一个比较关键 就是用其中一个财产权 用其中一个自由经济 就是了 尽量令到经济和资源的分配 是最公平的 那这个就是所谓二亿的原质了 就是给最少受惠人的最大利益 什么意思呢 一说经济一定是不平均的 一定是吧 就是个人有持有财产权的时候 那你有开再稳多一些 越稳越多 没有开不单是没有了 或者少了 越稳越少 一定会有一个贫富懸殊的情况 一类越来越严重 而且一类越来越严重 大家John Watts说 就是将那个贫富懸殊 尽可能收到最窄 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经济分配 分配得最少就是那些穷的人 给最大的利益 比如最容易了解就是最大的福利 比如穷的人给多些福利 有钱人给少些十二不需要给 那这个就是最少受惠人的最大利益 给了福利之后 是不是就是完全平均呢 其实都不是的 比如现在先锻国家的实战就是了 John Watts我们看原文就会有一个重要条件 就是不影响经济效益 这个很重要 因为John Watts的平衡 就是一方面就是个个都有私障财团 另外但是又要公平 但是公平得来呢 不能够影响那个经济效益 是吧 就是说仍然都要讲市场机制 是吧 这个就是分别平均一些 尽量是窮的人不要那么窮 有钱的人不要那么有钱 不过仍然呢 那就是要讲经济效益的时候呢 那就是资源总是有不分别 不平等那边的 那就是去容许的 就是说有容许一些的不平等 第一个不平等呢 要符合了刚才说 就是第一个正原则之后 才给出来的 这一样东西 这叫做2A 就是John Watts叫做差别原则 对吧 或者用第二句话来说呢 就是我们容许经济资源分配是有不平等 但是条件就是呢 不能够领养到第一个正原则 就是不能够损害到 就是能够损害到 就是能够基本的自由 那这个就是2A 好了至于2B呢 那我说过呢 就是那个优先证呢 就是1到2 二来说呢 2A才到2B 那就是说2B呢 就是那个优先证 是不能够2A的 那2A那个呢 解释过啦 那我们解释了2B 2B什么意思呢 就是 是有分配的不平等 但是呢 尽量令到每一个人呢 是有机会的平等 那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啊 John Walsh呢 认为补救资源的那个不平等 因为资源的不平等一定有的 就是要讲经济效益嘛 做36 不做36 那这个一定是牺牲经济效益的 是吧 因为很明显那个 就是那个议员会差的嘛 你做拼命做那样又是分那么多 不努力去做又是分那么多 不做都分到那么多 就 那个人都不做了是吧 那影响那个经济效益的 所以经济效益呢 就是要顾的 顾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尽量不影响到 不过这个是不是真的做到呢 其实就有争议 不过起码当大致可以先 或者很大程度可以先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 2B的那个原则呢 就是变成是在经济分配不公平之下呢 起码做到机会是公平的 这个就是2B说的东西 所以做一步我们要问 什么叫机会公平呢 实际上是不公平的意思是 John Walsh说实际上是不可能公平 就是除非我们不顾经济效益 就好像那些极端的 共产主义做法做36不做36 这个一定公平 但是这个犧牲了经济效益 就是做36不做36 个个都不做的了 没有人拼命去做的了 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就是经济的崩溃是有不公平的 不过那个不公平呢 就是尽量从机会去令他公平 什么意思呢 机会公平的意思就是说 譬如我们的收入当然是有不同的 有钱的人就算你怎么去福利那里去调节 你不可能令到他们一样 如果令到他们一样的时候 就影响经济效益 这个不行了 这个问题的经济效益 怎样影响这个是重要的正义 不过你暂时当没有正义性 就是说经济效益的时候 就不能分到一样 都是有些人分多些 有些人分少些 就是这样才有一个议员去从事经济生产 好了 因为这样的时候 始终有一个不平等的 不过机会要平等 这个就是2B去补足2A的意思 所以它是某以下就是不够得2A那么重要 因为它是补充2A的 当生产这个经济资源分配是有不平等的时候 我们尽量令到那些得益少些的人 有最大利益之外 还要令他们有机会平等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实际上的收入可能不一样 经济的资源分配可能不一样 但是机会是一样的 比如什么叫机会一样呢 比如大家的教育程度一样 做到一样 这个就是为什么先进的民主国家 是要搞很多年的普及教育 目的是这样 为什么呢 如果教育是一样的时候呢 可能到时候都是收入不一样的 但起码是公平的 教育都不一样的 这个不难理解的 比如在古代 教育很多时候是贵族性的 有钱的人才有正式的教育 没有钱的人可能没有机会受教育 这个更加影响到他们的收入 就是更加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现在做到收入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做到教育的程度一样 或者大致一样或者接近一样 之类之类 或者没那么不一样 比如大家都有九年免费教育 或者十几年的免费教育 比如这样 甚至大学都免费 由小学到大学这样 因为这样的时候 个个都大学毕业这样 就是收入都不一样 但是怎样都差异是小时候 那个教育不一样的 就是将这个以往不公平的教育 那个机会令它公平 这个叫做机会平等 或者机会公平 是不是这些意思 机会公平当时包括很多东西 包括刚才讲教育程度一样 另外重要 比如说在工作上 不能够去有歧视 比如这样 这个都是机会平等一种 比如请人做事 不能够分开性别种族 比如以种族为例 比如比如美国 那当然白人多黑人 那如果工作规定 要白人才可以做 黑人不可以做 那变成黑人 其实已经 人少了很多时候 利益分得少了 如果这样的时候 再加上 他的工作机会又差一点的时候 就更加窮了 那些黑人 所以如果你说 一些努工法例 就是规定是雇主不能够 裂出工人的种族 作为一个条件的时候 那就令到机会平等 就是穷的黑人 和有钱的白人 收到没有那么穷 没有那么有钱的仇 那这个就是一种机会平等 所以2B是补充2A 这点清楚 OK 有问题 关于两个政原则 一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由 就是基本人权 第二就是跟以往的自由主义者不同 甚至跟社会主义者不同 就是走中间路线 不是走极端路线 就是容许了每一个人都有 基本的自由 包括经济自由 就是私有财产权之后 就尽量在经济分配之源的时候 是分配得比较公平一些 所以2A就是所谓差别原则 就是追贡的人 给最大的利益 比如多些福利 有村民可能抽重点的税 比如类进税 那变成公平就会好一点 但是要照顾经济效益 所以仍然是有不公平的 所以用2B去补充 2B就是说实际上 虽然有不公平 但是机会是开放给每一个人 是这么公平的 比如教育 大家都是一样的程度 或者是职业 无分贵责 无分是一些不合理的条件 这个令得起码机会平等一些 如果用一个比喻 大家的起包线是一样的 虽然有些大胜 不是叫大胜 就是有体力好的人 跑得快他就会赢 那些是散弱一点 看力没那么好的人 他就会输 但是输都不会那么离向你了 那么不公平的 再加上你说起包线 他们已经有钱 你还要比人家优先些的时候 更加不公平 所以大家在一个起包线上高 虽然最后都有先后去跑到终点 但是起码比起包线都不一样 是比较公平的 这是2B OK 有没有问题 我们讲过两个原则 有没有地方不清楚